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公司庆典以中国十二生肖年为一轮 与中国朋友一起到湖南偏远山区帮助贫困家庭 执掌年营业额近八亿元人民币的 长沙西脉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巴斯托罗马里奥是一名意大利人 早在2007年他便带领公司洛虎长沙 成为长沙经开区首批外资企业 主营汽车内燃机发动机零部件 及传动系产品开发生产 如今他不仅取得了中国永久居留证 还获得过湖南省肖乡有意奖 称自己是一名新长沙人 马里奥告诉记者 从工厂选址到办理营业执照 再到所有设备漂洋过海抵达工厂 招聘工人进场开工 他们在长沙政府部门的全程帮助下 只用了约半年的时间 在长沙建厂让他亲身感受到了 长沙政府部门周到热情的服务 体验了中国速度 我们有些帮助于政府部门 马里奥介绍在中国发展大环境下 公司迅速成长 但随着客户对产品性能的要求不断提升 外资企业也必须不断更新迭代 才能适应市场需求 对此马里奥认为 理解中国文化仅跟中国发展的脉搏 融入中国市场是外资企业应有的中国style 马里奥认为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传承数千年 在同一套文化体系下 生长的中国员工 十分善于朝着同样的目标 一起协作 共同奋斗 将中国的文化理念应用到管理中 更让他的企业管理受益匪浅 马里奥表示 从建厂初期原材料全面依赖进口 到99%的原材料实现中国国产 从产品完全出口 到现在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平分秋色 西迈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造 未来公司市场的重点 还将更多向中国倾斜 因工作繁忙 年近期群的马里奥 基本两年才回一次意大利的家乡 但在长沙生活了十多年 马里奥亲眼见证了长沙的全面发展 这里早已让他有了家园一样的归属感 长沙当我们在2007年到大城 现在长沙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城市 服务是非常好的 服务是同样的 服务是通常生活 服务是通常生活 我们在长沙的旅行 能够在长沙生活 多么多么多的活动 并没有跟与我们的游戏 在长沙的地方 大家工作很努力 他们在商务 但是他们很能够享受 他们在开心 如今在工作之余 马里奥喜欢骑着自行车 感受湖南的风景风情 他也将所见描绘在他的画作里 他说按照中国生肖自己属龙 现在在中国已经度过了一个本命年 希望未来能在中国度过一个又一个龙年